你们还记得我剪的这只德文猫吗 在这几天我们照顾它的时候 发现它的肚子越来越大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刚简单的时候很瘦的 肚子现在已经有很大很大了 它也不像是腹水 因为它拉屎什么的都是挺正常的 你们知道腹水是什么毛病吗 就是猫感染性腹膜炎 它的肚子也会变得很大 摸起来是软软的那种 像它这种肚子是比较硬的 我觉得它是白晕了 现在也是越来越胖了 带我去检查一下 看见肚子里面到底是宅还是爸爸 我觉得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来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邝医生我拍个片子 看看他这个肚子大了 是不是怀孕了 直接上楼吧 上楼吧 看有名字 名字没有 给他取个名字吧 没事没事 咱们你拍个片名字 还要拍吗 可以等着了 你看一下 是屎还是我 牛仔是吧 牛仔 他真是牛仔 还挺多 那是他头是吧 两个人样子 还两个 对 哇 他吃了很多东西 他在我这里宅一个人吃 像这些都是吃了食物 然后那个两个头是宅是吧 头已经有1.8年了 大概还多久出生 怎么还认出来的 估计就个百星期吧 然后才行呢 好快了吧 估计这个时间 但是也不能趴上去 哇 是 还有10天 我要出生了 每次我会给你找个好家长的 还有你的宅 我也会给你找个好家长 现在就站着 先不把他离养出去了 现在你就先照顾他 把他的白子 带到出 再去 离养吧 跟大家说个拜拜吧 期待我的小崽 出生 拜拜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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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